欧洲各国疫情持续延烧 变种新冠病毒威胁迫使荷兰延长全国封锁 周末起更实施严格宵禁 引爆国内众多年轻人怒火 在南部大城 爱因祸分的反封城暴动 警方出动了水炮车 还有催泪弹震爆 国内也传出一座快筛站 遭到暴民纵火破坏 欧洲多国解封 遥遥无奇 包括波兰还有英国都持续的出现 年轻人群聚开趴 公然违反防疫规定 和警方爆发冲突 又是新冠时代的警民大战 这次是在实施硬封锁的荷兰 满枪怒火的青年 已经不把病毒当敌人 而是把警察当成过街老鼠 南部大城爱因祸分的反封城暴动 迫使警方罕见动用催泪瓦斯 和水炮震爆 荷兰实施宵禁的第一个周末 非常不平静 这是人口只有两万人的荷兰小镇 一座快筛站遭到暴民纵火泄愤 在全国防疫大作战的当下 不止疫情难防 民怨同样压不住 全国确诊即将破百万的荷兰 为了防范英国变种新冠威胁 23号起实施宵禁 光是决定要8点还是9点开始宵禁 就让国会吵翻天 外号荷兰川普的在野大佬 威尔德斯炮打执政联盟的防疫措施 但其实在疫情封锁快一年的欧洲 年轻人对自由的渴望 已经像石头关不住的野兽 波兰夜店非法群聚跳舞 英国伦敦更是连续两个周末 有百人群聚趴 遭到警方强制驱散 疫情持续发威 全国一新的防疫态度 在欧洲各国还是看不到 张力德编译